9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书记易恋红和省长王浩陪同下,先后来到金华、绍兴等地,深入农村、商贸市场、陈列馆、文化园区等进行调研。 20日上午,习近平来到金华市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考察调研。 近年来,李祖村人居环境大为改善,各类创业主体纷纷进驻,乡村旅游十分红火,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习近平先后在村党群服务中心、贡富市集、扎染商铺等场所,了解李祖村发展变化情况。 得知李祖村年人均收入达到5.2万元,习近平十分高兴。 他说,李祖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要再接再厉,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取得更大成绩。 乡村振兴为年轻人提供了展现才华的用武之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为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 离开村子时,当地群众簇拥到总书记身旁,热情欢送总书记。 习近平对大家说,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 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一起奔向共同富裕。 随后习近平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考察 他通过电子屏幕实时了解商贸城运营 及一新欧班列运行情况 并走进市场 同商户小企业主代表亲切交流 详细询问市场行情 他强调 义乌小商品闯出了大市场 做成了大产业 走到这一步很了不起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建设者 贡献者 商贸城要再创新辉煌 为拓展国内国际市场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做出更大贡献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 批示学习推广风桥经验六十周年 二十号下午 习近平来到风桥经验发源地 朱济市风桥镇 参观风桥经验陈列馆 了解新时代风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好 发展好 新时代风桥经验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随后习近平乘车 来到位于绍兴的 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 他步行查看古运河河道 和周边历史文化遗存 详细了解浙东运河发展演变史 和当地合理利用水资源 推进大运河保护等情况 习近平强调 大运河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大运河文化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 让古老大运河 是中国优优优独播剧场合广